我也是你们眼里那个赌徒 沉迷网络赌博 前前后后输进去 接近二百万 噩梦般的沦落到今天 负债累累 都是赌债 二十八岁了输了所有 还欠债四十万 无稳定工作 父母亲其所有 年近六十 眼前的路没有希望 没有信心 可以说分文没有 活下去都困难 犯罪的勇气都没有 死的勇气就更别提了 记忆里很清楚 要在一四年八月说起 那时候 我刚正式上班一年 做销售 每个月的工资 都在两万左右 好的时候 三万四万也有 工作很努力 那时候很漂浮 认为自己很有能力 闲暇的时候 想做个投资啥的 正好一个同事 说了这个赌博网站 有某某国际 一个赌博网站 从此步入了深渊 复赌 一开始 我也只是下载试试 起初就冲了五十元试试 能提线步 后来二百元输了 又冲了一千块钱 想捞回来 结果又输了 一夜没睡 第二天昏头昏脑的 去了公司打卡 没有任何心思工作 总感觉一两天的工资没了 想捞回来 结果直接回家又赌 到了下午又赢回来 心想别玩了 晚上打完卡回去 又想赌 害得我耽误一天功夫 结果又进去了 慢慢的一来二去 就这样陷进去 输到八万的时候 知道自己完了 却拔不出来 也曾好几次的注销账号 决心不完 可是还是后悔 想捞回来 每次都是借了些日子 又付赌进去 一次比一次陷得更深 最后赌到山穷水尽 欠了三十万 输了一共有五十多万 具体也没勇气细算 工作也没了 那时候家里认为我还小 就原谅我 还清了外债 全家人拉我 最后我回了家 赌博的那段时间 为了借钱 我谎话连篇 人不像人被恶魔般地驱使着 回家以后 决定痛改前非 当中好几次我又赌了 不甘心也控制不住 总算安稳地干了两个月 感觉赚得少 不知道何时能还上 之前几把下注 比起现在的工作 简直看不上 结果复赌了又输 2015年的五月 回到济南以后 因为要还高利贷三万 家里只给凑了两万 情急之下又赌了 又他妈输了 那种杀人的心 欲死不能的感觉 可以说真的生不如死 后来好在朋友帮忙 扛过去 那次后 我决定再也不赌博了 找了工作干了一个月 赚了有一万 感觉太少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上 那时候温饱可以解决 每天下班都绞尽脑汁地 想怎样赚更多钱 也许是机遇 做起了微商 感觉有效果后 就辞职了 后来努力再努力 每天可能只能睡两个小时 微商那一年很火 火的背后 就有人能挣钱 我是其中之一吧 到了2016年10月份 还清了高利贷 自己也有了些积蓄 那时候业务也没了 在家待着啥也没干 一年没在社会工作 也不知道干什么 好景不长 2016年的11月份 大概因为支付宝里的股票 赔了1800 想着朋友让去青岛玩 所以很心疼 本来想着赚点 其实自从日子好了后 我现在家里无所事事 就有好多次想着再赌 好多次我都告诫自己 那是害人的 结果又进去输到十万的时候 我出来了 决心再也不碰 太危险了 我用了一周调节自己 那时候 家里也催自己找工作找媳妇 也考虑得太少 直接就投钱弄了个公司 那时候我很有干净 结果一次朋友告诉我违盘 也就是期货 一开始只是想赚个暖气费 因为投资给朋友项目点钱 手里资金有些紧张 结果又进去 后来输得太多 就想着赌博捞回来 就这样快一年了 赌的什么都没 房子卖了 又输了一百多万 欠债四十万 就刚刚又输了 打算好好做生意 起步的两万 我就像个骗子 借钱时候 确实是真心痛改前非 借到了就想着稍微赢点 一次一次的 我控制不住 好害怕 说实话 我真的不太在乎几十万 或者又是欠债多少的 我只是内疚 连累了父母 连累了朋友 可是我唯一害怕的是 以后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他真的就像一个恶魔 好害怕 我戒赌没问题 就怕我以后生活无忧 债务还清了 是不是又会控制不住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像一条狗 跑路 曾经的梦想 曾经的追求都没了 打小家里很穷 所以我穷怕了 我从大学就开始做小生意 我爱钱更渴望一夜抱负 我内心深处决定戒毒 可是害怕像恶魔一样 我从小自控能力差 长大了也是如此 对不起家人 更对不起自己 幸好没结婚 不然也妻离子散 别人一辈子接触不了的 我却碰了三个 彩票 赌博 期货 有时候 想想像梦一样 那种杀心的感觉 让内心一次次强大 只是眼前这关很难熬 我才28岁 美好的生活还在后面 只是好害怕这个恶魔的自己 朋友打算收留 我决定离开 重新开始 只是连累了好多亲人 不知道如何面对 希望尽快爬起来 此生需谨慎 谨记这几年的教训 更怀念当初轻松的自己 对不起 债务不可怕 唯一可怕的是 让父母等了太久 他们一身病 我却如此败家 银行贷款 朋友给用的贷款 朋友给借的别人的钱 等不了 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又一次做了逃兵 此生罪过 此生最后悔的两件事 亲手埋葬了自己四年的爱情 另一件让父母等了太久 我本性善良 却无情可恨 我对自己有两个梦想 要么平淡幸福 要么叱咤风云 可如今的我呢 有时候想 死要是能解决问题的话 也就罢了 真害怕死了 成为可恨之人 所以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好怀念有朋友 有亲人 可以轻松回家的感觉 以后的路 只能靠自己了 一念深渊 一念光明 只是这段等不及的日子如何度过 此生哪怕不娶 就算爬也要爬完 最大的遗憾 就怕我成功后 却已年迈 原本的平凡幸福 却早已不在 我是一条独狗 却如此渴望一次轻松做人的机会 好嘞好嘞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请帮我个忙 订阅频道 给这部影片点赞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